世界杯是一球成名的最佳舞台,这次是哥洛伦,身价高得无法想象,俄罗斯世界杯揭幕战,东道助5比0战胜了沙特,俄罗斯对中年仅22岁的哥洛伦表现出色,他助攻二球,间接助攻一球,最后还打尽了一粒精彩的任意球世界波,独造四球,是俄罗斯火胜的最大功臣。 哥洛伦这种强势表现,让他所在的球队,莫斯科中央陆军队大为高兴,因为一甲的尤文图斯以及多支英超球队早就想引进他,莫斯科中央陆军队为他开出的身价是2500万欧元,尤文图斯已经愿意用2000万欧元购买他,但那是世界杯前,现在这些都不算数了。 以对沙特对哥洛伦的表现,身价肯定要翻几倍,现在的身价恐怕难以估量了,哥洛伦只有22岁,他的前程无比远大,很可能成为阿尔沙恩一样的新一代俄罗斯沙皇,莫斯科中央陆军队赚大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中,哥洛伦的强势表现吧,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,哥洛伦以精准的脚法助攻队友加辛斯基投球破门,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第一球,第22分钟,俄罗斯中场核心扎伊耶夫因伤下场,哥洛伦被主帅调整到前腰位置,他在这个位置更是如鱼得水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 第43分钟,哥洛伦速度极快的后插上,得球后横敲中路,左部宁中路过度给跟进的切里射夫,后者过掉榜首球员后将球打进,为俄罗斯队将比分,改为2比0。 第71分钟,哥洛伦又录一记圆圆弯刀,皮球划出一道的美丽的弧线,准确的找到了队友98,98投球攻门命中,帮助俄罗斯3比0领先对手。 比赛最后一分钟才真正到了哥洛伦表演的时刻,哥洛伦右侧主罚任一球,直接将球打入球门死角,绝对的世界波,这场比赛,俄罗斯队的表现堪称完美,无论在身体和技术上都明显强于沙特,前场逼抢凶狠,进攻犀利,反击打得行云流水,而哥洛伦最后的进球让比赛在高潮中落幕,堪称点睛之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